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57集神威灵灵 许银罗 哦 你好骚啊 许其兰握紧了黑金长刀 并不因为对方的不屑和言语恼怒 另一只手悄然的引燃了一页纸张 俗话说女人一身红不是骚就是浪 男人一身白不是娘就是gay 根据楚香龙透露的信息 这三位四品都不是擅长追踪的 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 我们中处理一个叛徒 或者对方还有未露面的同伴 哎 附近没有其他强者的气息了 不对啊 许其兰心里一动 我猜你们中有数使帮忙 红群女人豁然变色 目光疏得锐利 重新的审视她 你怎么知道 唐山君和扎尔木哈微微侧目 看了许其兰一眼 似乎是有些意外 果然是舒适 你这女人也不太聪明的样子 随便就透出话来 许其兰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一沉 她对数是两个字 几乎产生了应激障碍症 把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尖证 疑似在她体内植入气韵的神秘术室 这些都是许其兰的心病 这场埋伏里有术室在暗中操控 会不会就是在我体内植入气韵的那个术室 如果是她的话 目标应该是我 而不是王妃 不对 她短期内不会对我出手 祭荡我体内的神书和尚 这一点 从云州暗中擦肩而过就能看出 这次事件的主角是王妃 而那群神秘术室在谋划王妃 我只是误入其中而已 见许其兰不回答 女人似乎有些恼怒 嘴角的笑容带着几分残忍 罢了 所幸就是个小银罗 待会杀你的时候 多留你一口气 说完 她不去看许其兰 也不看使团众人的脸色 望向汤山君和扎尔木哈 俨然笑道 杨燕交给你们 其余人和楚相龙交给我 扎尔木哈哼了一声 哼 扬言我一个人就得搞定 唐山君昂起头颅 朝着天空发出正耳欲聋的嘶吼 众人前方的地面忽然坍塌 崩裂 浑浊的地底暗流破土而出 浊流旋转着冲上天空 形成一道巨大的水龙卷 水龙卷斜裹着沙土和石块 撞向了使团众人 一开场就是AOE 许清安没慌 他把儒家的魔法术咬在嘴里 蹬蹬蹬的 杨燕拖着银枪狂奔 迎向了水龙卷 木的刺出 枪尖刺入旋转的啄流中 他沉沉的低喝一声 用力一挑 水龙卷瞬间崩溃 天空下起了灼雨 杨燕破除水龙卷的刹那 唐山军扭动着身躯 长达百丈的庞大郊区 发起了冲锋 战场上 这样的冲锋 可以轻易地覆灭一支千人骑兵 另一边 山林间轰然一阵 一仗高的巨人纵身跃下 扑向了杨燕 娇笑声里 红裙女子手中出现两把短刃 身形宛如鬼魅 目标同样是杨燕 刚才一番话是谎子 故意的 他们的目标是杨燕 他们打算以最快做的格杀到杨燕 众人心里生出名物 并因此而感到强烈的恐慌和畏惧 放进 陈霄大吼了一声 百名禁军摘下军弩 一部分朝汤山军射击 一部分锁定飞扑下来的大黑熊 叮叮叮的 箭矢撞击在两位四品强者身上 纷纷折断 不能伤其分毫 而就在这时 人群里楚相龙突然扛起带围帽的王妃 远离了众人 逃走了 楚相龙携带的侍卫 默契的扛起其余婢女 撇下使团众人逃之遥遥 他们的逃亡路线不相同 一哄而散 这是楚相龙早就制定好的后手 一旦遇到无法抵挡的危机 就由侍卫们带着婢女们逃跑 如此一来 即使自己被追上 对方得到手的也是一个假王妃 真正的王妃藏在十几名婢女里 因为逃跑路线不同 他们只能逐一甄别 只要真的王妃运气不是太差 就能借助这个间隙逃得远远的 到那时乔装一番 有屏蔽气息的法器帮助 成功逃亡的几率极大 混账东西 大理四成跳脚怒骂 见到这一幕的刑部陈捕头 目自欲裂 要不是楚相龙他们 使团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机 是楚相龙连累了我们 昨夜官船遭遇伏击 使团并没有驱逐楚相龙 甚至还坐下来分析情况 打算一例承担共同患难 可没想到危险来临时 楚相龙竟然毫不犹豫地舍弃了众人 把他们当炮灰 让他们来替自己的安危买单 在楚相龙心里 使团一百多号人都是随手可以舍弃的炮灰 是棋子 危急关头说丢就丢 让他们点背 御使气急败坏 畜生 死定了死定了 怎么办 三位文官脸色颓白 百名禁军满脸愤慨 已经做好战死的心理准备 他们抛掉军奴抽出战刀 这时 许清安沉声说道 陶 你去解决那个女人 剩下两个交给我 刑部陈捕头刚想说 你一个小小阴罗 如何独占两名四品 但是下一刻 他豁然想起许清安的最近战绩 两手押服天与人 杨艳没有犹豫 拖着银枪狂奔 过程中旋转身体 带动银枪横扫 呼的一声 枪杆略有弯曲 擦出凄厉的笑声 叮的一声 红裙女子匕首交叉格挡 挡住了横扫而来的银枪 杨艳松开枪身 急奔急步 而后猛的跃起 补上了一个西撞 红裙女子倒飞出去 过程中 他喷吐毒液 却被杨艳一一躲开 毒液落地 连泥土都被腐蚀 杨艳握住枪尖 悬身 抡起长枪 自下而上的抽打 当了一声 枪杆抽打在红裙女子头部 发出刺耳的巨响 他瞳孔瞬间涣散 宛如原神出窍 抓住机会 杨艳一连刺出数百枪 过鞋枪翼的攻击如同暴雨 红裙女子提表覆盖鳞片 枪尖溅起了一串串的刺目火星 他虽暂时误碍 却被杨艳的枪捅得痛苦不堪 你们在做什么 快来救我 红裙女子尖叫道 顺势看向使团那边 下一刻 他表情出现呆滞 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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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